爆其实,爆中肯,爆好听,爆好看 手机下载中网新闻报 app,听看新闻,报林灾 好,早安,回到第二个小时的蓝轩时间 蓝轩看世界,也跟收看直播的朋友呢,说声早安 OK好,所以呢,今天感觉起来 相对于过去那么高的高温 这一两天呢,有稍微凉一点 全台湾的各个地方都下起些雨来 所以呢,让整个的暑气感觉上没有那么的嚣张 好,那所以今天的话呢,稍微注意也是一样 也是有一些县市呢,是发布高温特报的 一样是36度以上的高温 包括了双北,台北市,新北市 还有呢,桃园市,嘉义市跟金门县 五个县市,而且是黄色灯号 所以比起呢,先前动不动十几个县市 然后呢,都是橙色灯号 可能连续36度该高温 或者是超过38度来说的话呢 这一两天真的有缓和一些 只不过,我们刚刚讲到这五个县市呢 还是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 所以要注意,这个补充水分防晒 好,但另外的话呢,就我们刚刚讲到的 有下雨,那这个下雨的状况呢 就是舒缓了整个的高温现象 好,所以第一个呢,要特别注意的是南部地区 南部地区的话呢,对楼云西发展旺盛 所以呢,在今天,这个恒村半岛跟东南部地区会有 局不幸大雨发生的几率 就要特别注意呢,这个瞬间大雨啦 呃,这个雷急啦,强震风啦 那可能会有一些土石崩落啦 呃,吸水暴涨啦 呃,这个地窝地区可能会淹水啊 这些这些部分呢,要稍微注意 因为它是短时的强降雨 好,那除了南部地区之外的话呢 那包括东半部地区,还有马祖呢 会有局不幸的短暂震雨 那午后,西半部地区呢 普遍的都会有一些呢 像是典型的夏季气候啊 就是呢,局不幸的短暂雷震雨 那山区会有局不幸较大雨时发生的几率 好,所以呢,意思就是全台湾大概零零星星啊 都有一些雨时 但是呢,南部地区呢 格外的要特别注意 呃,这个可能的局不幸的大雨 还有山区 好,大概来说是这个样子 那空气品质呢,还不错啊 这都是良好到普通等级 OK,好,所以呢,这是在今天 气象当中呢,比较值得注意的 就是说,一样的有一些高温 那下雨,这个部分的话呢 特别注意会非常来得及 来得比较快 OK,好,那么来看每个地方详细的温度 还有降雨几率 好,我们看到呢 在北部地区是25到35度 降雨几率10% 中部呢,25到34度 降雨几率10%到20% 南部地区25到35度 降雨几率10%到30% 好,在东半部地区呢 亦然26到34度 降雨几率20% 花冬26到34度 降雨几率20%到30% 外岛地区26到35度 降雨几率10%到30% OK,好,所以呢 这些都是在今天 这个相关的天气状况提供给大家 好,那看完天气 一样的接下来看的就是疫情 那这个疫情目前看起来 依旧的是还蛮紧张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在全球 这个昨天新增的新冠肺炎的病例 来到了27万5854个 这个新增的死亡是6592 所以全球目前呢 已经来到了总数是1716万多人 感染了新冠肺炎 66万人呢 死于新冠肺炎 好,所以呢 我们讲到说在8月份 很可能就突破2000万了 好,所以呢 这个27万啊 也还算是多的 好,所以呢 在昨天 依旧的啊 是有几个国家 他们的整个的确诊人数 都是蛮高的 美国、印度、巴西 这几个国家 南非都是啊 那相对来说的话呢 在昨天 其实最严重的是巴西 巴西呢 在昨天 等于是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 就好几个礼拜 接近一个月 两个月啊 都是巴西啊 它是在美国之后啊 大概就每一天 在讲到单日新增的时候 就是美国新增比较多 巴西是第二 但是昨天呢 巴西单日新增 70869个人 那单日死亡是1554 那超越了美国 美国呢 昨天单日新增 59,176 然后呢 单日新增死亡是1259 所以巴西昨天是7万多 美国呢 是接近6万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是印度 印度呢 昨天单日新增 52,249个人 然后779个人 单日新增死亡 OK 那另外呢 南非 南非呢 是11,362个人 240个人呢 单日死亡 OK 所以这几个国家呢 是在昨天都算是破万的啊 这个单日新增的确诊人数 那当中的话 巴西啊 这个看起来状况真的是蛮严峻的 好 那是我们看到呢 这巴西啊 有些啊 目前的最新消息是有些 呃 本来啊 走过去这段时间是封 果然是关闭的学校 后来又重启 重启之后呢 现在又说要要求关闭啊 但是呢 不是全国啊 一个统一的态势 所以我觉得还是跟总统态度有关了 这个巴西总统一直就是跟川普差不多 川普现在呢 都已经戴起口罩来了 但是呢 巴西总统还曾经染疫过 染疫完了以后呢 他其实好长一段时间啊 那现在呢 终于说他的就在前几天啊 他说他的 这个检测之后已经转为阴性了 所以他就重新出现在公众场合了 然后呢 他又不戴口罩了 所以呢 这个其实问题真的是很大啊 所以对巴西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疫情还是没有办法啊 控制 我想跟这个领导人啊 如果说现在大家还不相信 一个领导人啊 这个的错误选择啊 或者他的错误政策 会引起一个国家的翻天覆地啊 其实你看看美国 看看巴西 你就会知道了 OK好 所以呢 在今天的消息 我刚刚讲到的是 他们的圣保罗啊 这个城市只好呢 放放油 让这个学校自己决定 呃 要不要上课 然后家长也可以自己决定 要不要送孩子啊 去学校 好 所以呢 这是一个蛮纷乱的一个疫情 但是一个蛮严峻的疫情 在巴西 好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看啊 整个的美洲 目前看起来的话 虽然美国连续几天啊 都是五万多人 六万左右 比较缓和一点点 但是呢 在其他的美洲地区的话呢 目前看起来疫情很严峻 好 除了巴西之外的话 昨天哥伦比亚啊 单日新增八千六百七十个人 单日死亡呢 三百八 墨西哥单日新增七千两百零八个人 单日新增死亡是八八百多 那阿根廷昨天单日新增呢 确诊是五千六百多个人 单日新的死亡一百多 好 所以呢 哥伦比亚 墨西哥跟阿根廷 他们的数字都是往上标的 OK好 所以整个的美洲 目前呢 真的是 依旧的 这个是全球呢 疫情最严峻的地方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印度嘛 那这个印度呢 五万多人 他周边的话呢 现在巴基斯坦稍微控制下来了 反而是孟加拉 这个连续好几天 他的新增的确诊的案例 都超过巴基斯坦 他在昨天呢 来到了单日新增三千多个人 也是对段时间看起来比较高的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 除了南非之外 那还就是俄罗斯了 那俄罗斯很稳定 就是每天五六千五六千 先前呢 我看人想讲 他每天的六千多 之后呢 他就变成五千多 那现在就是每天的五千多 好 那这个部分呢 是俄罗斯 但是也一样 这个疫情算是 比较紧绷的地方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比较接近我们的了 我想这部分 大家最近会比较有感受 是因为 他比较不是在遥远的田边了 他不是在美洲啦 在中南美洲啦 在非洲啦 他是在接近我们的中东 以及东南亚 好 那所以呢 这个中东地区 一样的沙烏地阿拉伯 伊朗 伊拉克跟以色列 这几个国家呢 都是每天两千多 持续的高收不退 那再来的话呢 东南亚国家 还有跟亚洲地区啊 印尼 两千三百八十一个新增确诊 菲律宾 就最近呢 我们的境外移入的案例 多半都是来自于菲律宾 好菲律宾呢 昨天单日新增一千八百七十四个人 另外的话呢 我们临近的日本 日本的话呢 现在看起来真的也是还蛮严峻的 昨天的数字 我觉得要看 我们看截止的时间了 在我们的时间看起来的话呢 昨天到今天是九百四十 但是前一天呢 他们统计破迁 所以呢 这个日本目前的疫情呢 又是重新来到一个相对的高点 那这个香港也是一样 那另外的话呢 香港之外 中国大陆 它整个统计在里面嘛 所以昨天中国大陆呢 单日新增一百零一 所以相较于过去这段时间 零零星星甚至的个位数 然后接下来就是在北京 那个时候不是海鲜星发地之后 又沉寂一段时间 那现在又起来了一些啊 好所以呢 包括大连 包括香港 都是哦 目前看起来 中国大陆比较值得关注的地方 再来是新加坡 昨天一样的 单日新增三百多个 也是一样 一直都没有完全的控制下来 那越南已经破功了 我们现在有关注到 所以它这个县港 这个附近呢 目前在进行大封锁 好所以呢 这是有关于东南亚 来自于东北亚 这个部分比较值得关心的 好那再来 另外一个值得关心的是欧洲 欧洲确实有疫情在起的状况啊 西班牙昨天单日新增两千多 又有点回到那个时候呢 风声鹤唳的时候 另外呢 法国昨天单日新增了一千三百九十二个 我继续回到现场 好回到蓝星时间啊 所以目前就疫情来看的话呢 比较好的消息是啊 这个最严重的美国呢 稍微的几天啊 有点点趋缓的感觉 几个比较呢 严重的州啊 他们呢 现在每天新增的病例都没有破万啊 所以没有破万 已经算这个好消息了 所以佛州呢 九千多 加州七千多 德州七千多 乔治亚州三千多 雅利桑那州两千多 听起来还是很恐怖了 但是呢 相对于过去这段时间好一些些 但是比较不好的消息是啊 这个美洲的其他地方 尤其中南美洲啊 目前看起来呢 持续的飙升 另外就是我们刚讲到欧洲 还有亚洲 欧亚地区的话呢 零零星星 不算数字非常多 但是的话呢 都有群聚感染 而且呢 都有往上升高的趋势 哦 所以我们刚讲到的是 西班牙跟法国啊 那这个法国的话呢 目前看起来 他们昨天也通报 说是呢 平均一个礼拜里面 这个死亡十五个 比起过去呢 平均一个礼拜 九个人来说的话呢 死亡的人数也来得多 这让我想到 我看到一个数字啊 是昨天加州 美国加州呢 也是通报 虽然看起来呢 新增的确诊的病例来得少 大家昨天通报的死亡人数呢 将近两百个人 创下单日最高的记录 所以呢 死的人变多 所以这一波的人啊 比较特别的是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比较棘手 所以大家为什么一直讲到说 这次新冠病毒啊 真的是比人还聪明啊 就是说啊 他不断的在变 这段时间看起来 虽然轻症的人很多 无症状的人很多 无症状加轻症的 我记得我 之前人看到的数字 百分之四十几 接近百分之五十 但是最近这一波呢 住院的跟死亡的 其实也不少 那所以呢 在世界卫生组织啊 这个昨天就特别啊 这个又再次的 针对新冠肺炎表达态度啊 这个社会组织说 千万不要试图等待啊 获得群体免疫 不要用这样的政策啊 等于是警告国家跟政府啊 因为他说呢 这将会使得医院系统呢 不堪负荷 还会造成了大量的人死亡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有些国家过去段时间了啊 其实说起来有点残忍 有点现实 但是也是一个人类跟自然的一个某个程度的循环跟跟跟法则吧 就是说其实人总是要一死啊 那所以有些比较是老病残的 嗯 其实有些国家他就采取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被动的方式啊 那就是反正总终究是会走上这条路啊 那所以的话呢 或许啊 这个如果都是轻症都是无症状的话 那其实呢 群体免疫的效果达到的时候呢 反而可以去保护更多人啊 就是碰到这样的疫情的时候 你是要去保护一些可能即将会死亡的人 还是你要去保护一些值得保护的人 意思就是说你要去保护轻壮备的人 还是你可能要去保护一些老病残的人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一个非常 人轮上的一个艰难的选择了 但有些国家还是采取 世卫组织所暗示的这个群体免疫的做法 所以你会看到有些国家有点消极 然后也不太通报 也不太筛解 等到严重了 你再来医院 那我再收你 我再治疗你 但是如果没有来医院 那就外面啪啪噪 但是 目前的看起来的话呢 包括加州通报死亡人数呢 是破单日记录 那法国看起来的死亡人数也多啊 那相对的多了 虽然15个 一个礼拜15个 但世卫组织特别提醒说呢 千万不要啊 这个等待群体免疫 这是世卫组织的一个 昨天的重点之一 那重点之二的话呢 还是特别提到说呢 大家会以为说 夏天啊 就是说 这个病毒怕热嘛 虽然说跟温度有关 跟季节有关 但是呢 昨天啊 这个世卫的说法是说 夏天一样啊 是 看起来呢 是这个病毒活跃的季节 也没有任何季节之分 夏季 这个新冠肺炎一样的 非常的猖獗 OK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我们看到呢 这个疫情啊 到目前为止啊 有点伤脑筋的 不过当然也有好消息啦 嗯 OK 嗯 在好消息之前 讲一个比较有趣的 法国本来前 先前啊 有点放松了 他们有个好浪漫的 做法哦 就是呢 跟疫情啊 这个共存 他们说好吧 那这个要 要稍微人跟人 距离要拉开嘛 他们就可以搭小船 在塞纳河上 看电影 所以你只要有六个好朋友 有点像六人型 有没有 六个好朋友 约约呢 就可以上船去啊 然后呢 预约在河上 这个看一个 你喜欢的电影 所以呢 在过去这段时间呢 它又可以达到这个 社交距离 但又可以达到呢 这个享受啊 就出来偷偷气 在河上啊 吃爆米花 然后呢 享受微风 然后看看电影 但是现在看起来呢 这样的另类的观影乐趣啊 在法国已经连续了两天 也都破千人之后啊 他们也担心 不知道会不会啊 又要重新shut down OK啊 所以呢 这是法国巴黎 目前的一个状况 那我刚讲到说的 好消息是说呢 呃 疫苗啦 那这个疫苗 但是到底疫苗它的抗体 可以维持多久 这个真的是一个 目前比较大的挑战跟问题啊 但不论如何 有疫苗 可能总比没有疫苗好吗 好那所以先前是讲到美国 后来是讲到中国大陆的进度 也会比较快 今天最新消息是俄罗斯啊 俄罗斯呢 寻求成为全世界第一个 它要生产出疫苗 跟你拼了啊 他说呢 八月份 八月的头两个礼拜 他们很可能就可以注册一个 他们呢 目前正在进行实验中的候选疫苗 所以呢 比较确定的日子啊 他们已经说了 预计将在八月十四号那一天 八月十四号是空军节 那一天呢 要在俄罗斯的卫生部来登记注册 因为他们说呢 这个疫苗已经通过了两个阶段的测试啊 一般比较完整的 实际上都要三个阶段了 但这一次新冠疫苗的关系 大家都很去设法浓缩啊 然后加快它的整个的进程啊 所以它目前已经通过了两个阶段的测试 那目前也还在进行测试当中 不过这个消息 话节日报特别提到说 目前并没有任何的证据说 这个疫苗具有多大的保护作用 好吧 这就有点伤脑筋了啊 如果生产半天出来之后呢 保护作用不大的话 也刊 足刊疗胃是这个意思吗 但不论如何 疫苗是最近的 大家很关心那个话题 因为大家可能已经 去面对一个现实了 就是说 这个疫情会跟我们共存 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在今年冬天啊 这个当流感一起来的时候 可能如果疫苗可以诞生的话 真的会好一点 所以包括台湾 台湾的疫苗国家队 台湾的疫苗的预算 其实我已经讲了好多次了 这个终于目前看来政府 还有立法院里面呢 是重视到这个问题了啊 OK好 所以呢 这是跟疫苗相关 也就是今天跟疫情相关的一些消息 先一并的跟大家说 OK 接下来的话呢 就看看呢 这个欧美股市了 欧美股市呢 昨天是上涨的啊 因为呢 大家拼命救世 好 所以呢 美国的联准会啊 也就是大家概念中的啊 央行昨天呢 开了两天的啊 这个政策会议之后 宣布 他就是维持低利率啊 这个利率呢 接近于零 他的基准利率呢 大概就在百分之零 跟百分之零点二五的 这个区间不变 而且呢 这个联准会的主 主席啦 这个鲍尔 他特别提到说呢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 会要考虑升息 所以呢 意思是想说 大家放心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大家尽可能的 用纾困的方式 来维持 这个整个的经济 可以度过 这个方面的难关 我们休息一会 再回来 好 回到蓝薰时间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呢 这个美国联准会 昨天的 这个维持低利率的好消息 那所以呢 昨天欧美股市都是上扬的 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 在美国呢 刀琼多年指数上涨了 160.29点 收在26,539.57点 涨幅是0.61% NASA指数上涨 140.85点 收在10,542.94点 涨幅是1.35% S&P500呢 上涨了1.24% 另外呢 费城半导体涨了 2.23% 好 这是美国股市 那欧洲股市呢 三大指数当中 只有德国是小跌的 跌了0.1% 另外 法国涨了0.6% 英国金融时报指数呢 也小涨了 0.04% 好 那 这个欧股啊 他们的小涨是期待啊 这个联准会 他的结果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出来啊 所以他的涨幅比较小 那美国的话呢 是因为出来了啊 这个奖的话呢 就是维持低利率 坦白讲 这个大家的预测也都是这个样子啦 但是讲了以后呢 尤其说他特别提到说他根本没有考虑要升息啊 那会维持一切的可能的手段啊工具来帮忙啊 这个美国的经济呢 渡过难关 所以呢 让这个激励的话语啊 让这个美股呢 收红 不过呢 他也讲了一句非常实在的话啊 他说接下来美国经济的走向完全要看疫情的发展 好 所以呢 目前呢 美国的疫情如果还是这样子不受控的话呢 那当然经济想要好 川普的选情想要好 很难 但是如果说呢 这两天缓和下来 然后不要太急的去重启经济 有些该做的防疫的措施做到好的时候啊 做到满的时候 很可能呢 这个可以疫情稍微控制啊 那反过来说 对于川普来说可能才会有利啊 那大家要看看 他到底到底他自己目前啊 怎么样评估 是不是可以啊 这个够有冷 够冷静 够有耐心了啊 OK好 那这个目前呢 看起来是联准会啊 这个最新的是这样的个相关的消息跟这个说法 那但是呢 大家当然还蛮指望的 这个虽然啊 除了这个联准会的政策维持在低利率之外 相关的刺激方案啊 这个包括那一兆美金啊 的最新纾困是不是可以出来啊 但是这个部分倒还没有那么快有好消息 美国的财政部长 美努钦昨天说 共和党跟民主党两党 呃 在这一轮啊 新一轮的纾困方案的看法 嗯 距离很远啊 包括像是失业保险啦 企业责任保护等等的问题上面呢 目前是陷入僵局 好 所以不会那么的快啊 但是我想就算不会那么的快啊 如果美国的疫情还是严重的话啊 这个经济还是趴在地上的话呢 这个嗯 这个啊 纾困的金额势必是要通过的了 就是看怎么通过 好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其他的一些相关个股啊 比较受到关注的 这个个股的你会发现呢 现在这一波的财报里面啊 其实个股宣布啊 不同企业啊 事实上也都是跟疫情有关 呃 阻涨了他的一个涨跌 在昨天的比较受到关注的啊 比如有两个企业呢 他们的股价呢 是飙涨的 呃 都跟疫情有关 第一个呢 是晶片大厂呢 AMD 他公布了啊 盘后的最新财报啊 他的营收超过市场预期 因为最主要是居家办公 居家办公的需求呢 导致了他这个晶片的需求也大增 好 所以他上修了全年的营收的预测 股价暴涨了12.54% 啊 所以呢 这是AMD 事实上的半导体啊 跟晶片 最近啊 大概表现都很好 包括我们的台积电也是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 另外像是科达 科达我们昨天讲过的消息 就是说啊 川普他现在不断的啊 这个用政府的预算 想办法让疫苗先买妥 然后呢 让疫苗的生产的速度能够加快 那甚至还有一些制药的部分 科达就是啊 这个美国政府呢 给了7.65亿嘛 所以让他去投入 这个以前是 这个洗照片啊 生产底片的 让他去投入呢 一些跟制药 这个新冠 可以治疗新冠疫情的药的成分有关的 这个这样的生产线 就他昨天的盘中标了超过百分之五百七十 哇 这个实在是 这个标太多了吧 这个标涨 最后收在呢 百分之上涨了百分之三百一十七啊 所以呢 这个是标涨很高 所以给大家的心情啊 有多么的就当 这个是政府的动作 代表政府采取积极性的动作 那第二个的话就代表说 对于解决疫情 在疫苗上跟在拒药上啊 有一些进展的话呢 大家就会非常的啊 这个受到辜勿 所以像这两个就很明显的啊 是因为呢 跟疫情比较正面的消息 再有两个呢 也是在疫情的状影响底下啊 这看起来呢 财报惨惨 一个呢 是 波音 波音的话呢 因为呢 消费者的需求下滑嘛 就不飞了嘛 没有旅游了啊 他停止采购很多的商用飞机 所以商用飞机交机的幅度呢 也大幅度的减少 所以第二季的亏损超过市场预期 昨天呢 波音宣布财报之后 股价跌了2.83% 比较起来 其实跌的还算可以 还还还好啦 另外呢 比较啊 也是受到关注的 就是通用器电器 通用器电器呢 昨天公布的第二季财报 亏损21亿 那最主要也是因为新冠疫情 导致他的一些航空 相关的一些电器嘛 一些设备 还有一些动力部门 他的销售都很疲软 所以他股价呢 下跌了4.49% 所以呢 这些都是跟航空有关 再来一个呢 跟消费有关 呃 继Walmer跟这个Best Buy之后啊 这个美国蛮知名的一个 连锁的百货公司 KER 他昨天宣布 在感恩节要关闭他的商店 现在已经布局到感恩节去了 而且照理来说 美国的感恩节 接下来就是他们的一个 很热闹的年底的啊 这个收售的旺季 包括圣诞节啊 所以通常是在抢这个时间点啊 会拼命的啊 这个去 呃 这个鼓励消费啦 大赚一笔 但是现在竟然 他们宣布呢 在感恩节要关闭商店 所以事实上呢 很多的一些大卖场啊 这个美国陆陆续续呢 都暂时关闭啊 这个缩减他的门市啊 可能的一些相关开销 OK好 所以我们看到呢 呃 美国的联总会主委 鲍尔讲到说 嗯 经济发展会取决于新冠疫情 是真的这个样子啊 包括呢 各个企业 很多企业啊 都是难免受到好跟不好的影响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话 是我们看到的最主要的啊 这个美国的股市相关的话题 不过就整体看起来的话啊 虽然现在美国政府啊 从这个川普政府也好 从独立的联准会也好 都设法采取些纾困的 刺激的手法呢 来让啊 这个经济活络 但是我们也看到呢 市场上面不少讨论 他们认为呢 这个刺激方案都用在刺激金融市场 让这个资金看起来哇 很多啊 大家呢 就是有后盾 但是实体经济呢 实体经济看起来还是很惨淡 那因为消费者的信心 也没有办法提振 所以实际上实体经济的部分呢 呃 反而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似乎缺乏政府呢 更激奇而明确而强而有力的一些做法 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呢这个美国 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些讨论了啊 OK好 那就看看呢这个政府怎么做了啊 他们的做法可能不只是会影响到啊 整个的美国经济 也会影响到呢 接下来全球相关 OK最后看油价啊 我们续续再回来看 好 可到来先时间啊 所以我们看一下油价啊 这个油价呢 在昨天呢 是上扬的 在纽约部分呢 上涨了百分之零点六 收在每一桶 四十一点二七块钱美金 伦敦布兰特原油上涨百分之一点二 收在每一桶 四十三点七五块钱美金 好 这个呃 这个上扬呢 跟昨天看起来呢 有个数字啊 是美国的库存意外的大减啊 有关 说呢减少了一千万桶以上啊 是今年到现在为止呢 下降程度最大的一次啊 那OK 所以呢 这个部分 嗯 因为等于供给少了嘛 那所以呢 呃 这个部分 它的油价啊 就 就可以上来了 不过呢 呃 就整个需求面看起来的话呢 也还是 呃 惨淡啦 因为昨天呢 虽然美国的库存意外减少啊 让油价稍微涨了一下啊 但是呢 它的汽油库存却增加 那这个汽油库存增加 意思就是说 它已经把原油炼成汽油了啊 然后呢 汽油没人买 没人买的原因可能是 大家很可能 呃 又重新进行了shutdown 很可能啊 或者说在家办公 呃 然后呢 不去旅游 不开车啊 像这些部分都是有影响的啊 所以呢 这个状况呢 造成啊 这样子的一个 呃 汽油啊 这个 嗯 需求低迷啊 所以它的意义 呃 库存意外增加啊 所以这也是另外啊 这个在看待油价啊 跟目前跟疫情之间的关系啊 总是 也是这样这个相关的牵连浮动的 OK好 所以呢 这些是跟在今天啊 比较重要国际相关的一些 财经方面的消息 还有疫情啊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刚讲到说 美国的经济啊 它当然还是会因为前动到这个中美的格局嘛 啊 这个中美的战略对峙的格局 好 所以呢 在今天国际的消息当中啊 也还是有一些呢 这些方面的 呃 一些后续啊 跟相关的串联动作啊 因为目前看起来 呃 这个美国大打啊 川普大打反中牌 抗中牌 然后呢 呃 其他的啊 因为香港问题 欧盟啦 啊 英国啦 澳洲啦 呃 纽西兰啦 加拿大啦 他们都都采取了一些呢 对于啊 这个香港的 中国大陆的抵制的行为 好 所以呢 这些部分的话呢 呃 持续的在延烧当中 在今天华尔街日报啊 报道了 呃 有两个吧 啊 这个相关的一些后续啊 第一个呢 是美国的财政部啊 在这个礼拜之内 将对TikTok 也就是呢 大家很熟悉的抖音 还有他的母公司字节跳动 那到底啊 他们要不要进行相关的封锁 或者禁止啊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他们今这个礼拜 呃 将会提出国安审查的相关的报告 哦 就是说 他们调查的结果到底怎么样 那建议要禁用吗 哦 还是说要挖开一面 让他进行切割就可以 哦 因为先前我们又讨论到啊 呃 经理学权杂志也关心这个话题 就是说他们目前的策略 很可能是想把他们的 公司跟中国官方啊 或者跟中国去去中国话啊 就把这个 他的品牌啊 想办法呢 跟中国脱钩啊 强调 他是一个非常中性的 不涉入政治的 也不被政治所影响的 一个中性的平台啊 但是可不可以做到这个样子 美国买不买单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 可能都是在这个礼拜啊 嗯 他们所做的国安调查当中 还有包括TikTok 所做的努力啊 很可能是在最后的一个 关键时期 好那如果说美国真的禁用 TikTok的话呢 等于就是在 继印度之后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也等于在全球来看的话呢 等于是除了 像是华为 是在5G的通信设备里面 认为可能会有后台 受到影响 连充满娱乐性的啊 那么一个 抖音的平台呢 社交平台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呢 是蛮受到关注的 OK 所以这是美国财政部 目前的最新的一个动作 不过啊 虽然这个样子 那企业还真是 有他自己必须要有的生存之道嘛 所以譬如说你全面封锁华为 这个部分已经 这个战斗啊 已经维持了 我看一年多已经有了吧 那虽然现在这个反华为的阵营 看起来呢 势力啊 变得更强了 但是美国自己的企业高通 它是一个非常知名的 手机的晶片的大厂啊 他们昨天说 尽管美中的关系加剧 但是呢 他们依旧的要跟华为做生意 其实这个生意呢 可能不碰5G 他们呢 有一个长期啊 在这个智慧型手机里面啊 就跟华为之间的一个许可纠纷啊 那他们签了 在昨天签了一个长期的 协议啊 那这个长期协议的话呢 呃 还是啊 这个就是会 这个持续性的进行合作啊 要授权华为 使用高通的专利技术 OK好 所以呢 等于是不论啊 这个政治怎么走 战略性的对峙啊 怎么样子的持续下去 但是企业跟企业之间啊 还是有一些 他自己啊 的这个生存的必要性啊 啊 试图在这样这个大的气氛里面 找一个自己可以突围的 或者继续必须要去生存的一个方式 OK好 所以呢 就是高通啊 这个最新的消息 好 那所以呢 这是我们目前看得到啊 跟这个中美之间 那实际上中美之间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香港啊 是一个蛮重要的啊 这个最近的一个催化剂 尤其是呢 在这个让美国的反中阵营 突然间变得很坚强 而事实上跟香港的问题有关 香港的问题跟英国有关 跟英国有关的 还有这个纽澳 还有加拿大 都是跟英国有关 好 这个最新的来自于香港的消息 除了啊 这个先天关心到说 他们的疫情越来越紧张 会不会因此要延后 这个9月份的立法会的选举 这个部分呢 目前还悬而未决之外 但昨天有个最新动作 在香港 这个等于是在 整个的民主运动的过程当中 非常知名的 号召性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啊 那就是呢 香港大学的一位教授 他叫做戴亭耀 他在昨天呢 戴耀亭 他在昨天的确定被辞职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香港大学的理事会 他们投票决定辞退呢 这个法学系的副教授戴耀亭 好那这个戴耀亭呢 他到底用什么样的理由啊 所以目前大家呢 很群情激愤啊 觉得他等于是违反了所谓的学术自由啊 尽管他在过去这些年啊 从2014年的雨伞运动开始 他就在这个 网络上面发表文章也好 在街头上面献身也好啊 那不断的去参与啊 这些方面的啊 一些争取香港的更多的啊 不管是言论自由啊 普选啊 包括先前的反送中等等 但是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性的指标性的人物啊 但是就他跟他在学校教书 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冲突 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 是受到大家质疑的啊 那他在去年啊 曾经因为反送中相关的一些行动 被判公共妨碍罪 还有16个月的监禁啊 但是已经监禁 他已经服刑完了 所以照理说 即便他去年啊 被判刑 但是他已经完成了他的服刑啊 所以照理说的话呢 也不至于因为这个原因啊 被这个香港大学给 给lay off掉啊 所以这个事情 我想对于 这个香港来说的话呢 会是一个蛮指标性的案件啊 那所以接下来的港版国安法 到底会松会严 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 其实严的方向 严的可能性是越来越高的了 好回到蓝宣时间啊 那我们把呢 这个话题回到台湾啊 这个台在台湾呢 昨天最受到关注的一个话题呢 我想应该是李登辉了啊 这个前总统李登辉呢 在昨天的一度传出呢 是不是啊 这个病危 那事实上有关于 他是不是病危的消息啊 在过去这几个月里面 就媒体圈来说 就新闻圈来说啊 呃 事实上是经常会 真的突然间传出来啊 那所以大家都搞得很紧张 那所以很多的 呃 不管是电视台啦 报纸啦 一些媒体啊 其实包括一些 网络媒体 都已经准备了啊 呃 在我们 嗯 的媒体圈里面有 有戏程啦 譬如说报纸的 有所谓长寿版啊 就是说呃 就是如果说 有什么样万一的话呢 其实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台湾啊 这个民主政治当中的 非常重要的 一个领袖啊 所以它的种种的事迹呢 你要准备一些相关的报道嘛 啊 所以呢 其实这个部分呢 都已经做了一些准备了啊 那只是嗯 什么时候 我想这个部分可能是大家呃 这样希望啊 就是说如果能够康复的话 当然最好啊 但是如果呃 没有办法的话呢 因为他已经98岁了啊 他这一次呢 因为二月份的时候 喝牛奶呛呛到之后啊 他的肺部浸润啊 所以你已经住进荣总啊 已经174天了 呃一人算173天了啊 所以基本上已经半年的时间了啊 所以呢 或许呃 这个时间啊 也是一个早晚的问题了啊 所以我想大家非常的呃 关心或者非常的怪怪心啊 所以昨天一度传出来病危啊 甚至呢 在网络上面的流传了一封信啊 这封信里面呢 甚至已经讲到说呢 他在我看昨天 昨天前天 前天的时候开始流传的啊 这前天里面就写到说呢 他在晚上九点啊 与这个荣总病逝了等等啊 最高的呢 这个不管是他的办公室的主任 王彦军或者是台联 都出来否认这件事情 好 但是呢 没有他家人的话 我想这个是大家呢 更起疑斗的呃 这个关键了啊 所以呢 到底是不是他这一次 与老先生的呃身体状况 真的是接近病危啊 因为他已经毕竟昏迷了 接近半年的时间了 所以呢 这一次 确实跟过去啊 这个传出来的病危 后来发现没事 我就比较不一样啊 因为在昨天啊 前天传出来之后 虽然啊 我们刚讲到了呃 办公室主任啊 台联出来否认 但是昨天一早开始 整个荣总病房里面呢 呃 络绎于途啊 包括呢 蔡英文去看他啊 赖清德去看他啊 书贞昌特别谈了啊 这个李登辉对民主的贡献 然后呢 在中午下午的时候呢 呃 好久好久没看到的 曾文慧啊 也去看他 曾文慧呢 也九十几岁了啊 九十四岁 呃 插这个李登辉啊 几岁而已啊 所以他出现 好久没看到的曾文慧 以前呢 跟着李登辉出来的时候啊 都穿着旗袍 打扮的呢 这个头发啊 这个短发俏丽 但现在看起来啊 也真的是 因为也九十几岁了 坦白说 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也就是老迈的身躯啊 那所以呢 整个的事情看起来啊 这个对于 呃这个李登辉啊 他的身体状况来说 坦白讲啊 就是很状况不是很好啊 因为已经卧病半年啊 然后呢 半昏迷啊 那这个容总说 他们尽一切的啊 这个努力去救治啊 但是因为现在家属 因为媒体记者总是会问啊 就说那 因为昨天啊 也出现了 我们刚讲到了 包括啊 蔡英文啊 都去看了啊 所以代表可能时间点 也已经很关键了啊 那李政文会也去了啊 所以本来大家想 会不会要是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了啊 那所以呢 记得就直接问啊 说会不会把管 那我想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很很 很沉痛的决定了啊 但是后来啊 容总的说法是说呢 家属没有这样子要求 所以他们还是尽可能的 做一切的救治 不就一个医院来说的话啊 嗯 当然就是呃 后来李登辉的晚期是非常的依赖荣总 而而不是去啊 他过去曾经非常信任的这个台大啊 那所以对任何一个医院来说的话呢 当然都会尽一切的努力去照顾啊 但是一个呃 病人啊 住院住了半年的时间啊 我想对呃 医院来说也是一个很沉重很大的啊 这个压力吧 我想这个压力可能是包括这个整个的啊 医疗上的啊 整个的资源上的压力啊 所以呢这个问题毕竟是因为李登辉啊 所以呢大家就会用比较高度的 或者一个比较例外的方式去去呃 这个面对他好 所以呢现在看起来 嗯 这个他们讲说啊 就报道都说他在跟生命拔河嘛 我想其实应该就是家属的决定了啦 我想这就是家属的决定了 好所以呢家属啊 可能他有一些他们自己必须要有的考量 不管是什么样的情感上的啊 一些事物上的或者时间点上的考量啊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看起来在这一次啊 大家关心李登辉啊 他的这个病危的消息啊 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子啊 所以呢不只是家人 连牧师啊都到病房去进行祷告 OK好所以呢 我想这个李登辉啊 他呃对于台湾民主的啊 对政治的一些影响 陆陆续续这段时间 大家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沉淀 更多的一些整理 更多的一些回顾 OK好那对李登辉来说 当然啊我想他对于台湾 我们以前总统不是直选的啊 这个总统直选是在李登辉任内啊 所推动的 那所以这一步当然是非常的重要啊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我真的 那个时候我在采访新闻啊 你真要说台湾民主政治的贡献啊 我觉得台 呃李登辉对于本土政治的贡献 就我们的政治的本土化的贡献 他的呃这个鞠躬绝尾 大家对民主的贡献 我觉得我们的民主并没有真的很深化啊 因为民主的同时要伴随法治 那所以我们民主的素养啊 是不是因为我们有直选了 我们可以自己选总统了 所以我们民主的内涵都充实了 这部分其实还是有距离的啊 那甚至 呃李登辉他在呃要去呃 培植本土势力的同时 其实有些时候并不是做法很民主啊 那甚至他自己在最后的任期 他还一度呃想要透过那个时候的国大 国大议长苏南成 想要去通过一个他的任期的延长案啊 直至后来呢 抬死覆中 OK好 那所以我想这些部分啊 就是呃有他真正的贡献所在 但是也有呢 让大家觉得说其实有 差强人意的地方啊 那我想这个部分就供过啊 这个交由大家来共同判定啊 但是就一个政治人物来说 就一个领导人来说啊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领导魅力 而且非常有领导能力 而且还非常具有谋略性 这点啊我觉得是历任总统都比不上的啊 所以呢目前看到整个的中美台的这个关系如此的险峻啊 你会偶尔会去想说如果是李登辉有这个老仙杆在那边抄局的话啊 他的一些呃谋略的纵深啊 跟他可能的啊一些策略会来的更更呃有智慧一点 或者更呃能够啊这个斗得过啊 这个美国中国一点 我想这些部分的都是大家在看待啊 这个李登辉98岁的老先生在走过台湾啊 带台湾走过啊很多的民主的政治的路程上面啊 啊一些相关的功过 我想这段时间有兴趣的朋友啊 或者你自己有一些想法 拿这个来对应现在的台湾政治啊 我相信也希望啊 他会有一些更正面的意义吧 OK好 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有关于李登辉啊 跟生命拔河啊 这个荣总传出病危的消息有关的部分 再来的话呢是啊 这两天引起讨论的公共电视啊 他的国际频道要影音的这个案子啊 呃决定啊 胎死腹中咖了 喊咖了 那我想这个部分呢 是文化部长李永德啊 所做出来的决定 我觉得这个决定是对的啊 因为我们先前也讲过 呃讲不多 但是在节目也讲过 就是说公共电视 他虽然感觉上向这个国家电视台 但他重点是在于 他是一个属于国家的 全民的利益的一个公共化的一个电视台啊 所以呢 他如果说他想要成立一个国际新闻的影音频道 OK 但是他在政府的要求跟指示底下去成立一个影音频道 这就是另外公共电视的呃 这个董事反弹的原因了啊 那更何况呃 李永德本身是个媒体人啊 他应该知道这个媒体本身的公共性 跟他不应该成为呢 政府所要求把这个手伸进攻势 这样的一个可能的结局 那OK 所以呢 昨天啊 这个李永德说爱公事 所以做出了一个最后决定 Live Radio 中广流行网 台湾南台湾 澎湖FM Live Radio Live Radi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